你要拿去布施给流浪动物更好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波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佛子行三十七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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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种阶段 圆满视线像乎一样的 说得热 但是他尽力来告诉我们 但是永不离真理 但是因素质也变成一种论 他不是经 如果佛所亲口讲的那叫经典 那不一样 你念一遍心经 超过念一亿遍三十七颂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颂跟论 它只是一些祖师大德 按照经所编的 虽然是精髓 但是永远不像经典的功德 就像你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跟念海淘法师 那差距了 阿弥陀佛不得了 八千万亿 海淘法师搞不好 又会念 因为这个世间的名字 只有世间的业报 我现在叫做什么 毁育参半 诸多争议 他们给我评论 这个法师争议很多 那你就随缘嘛 因为你要做神书 你就不能 怕被人家讲 坚持 但是还是要顾及社会 第一句话 敬礼观世音菩萨 我们希望学 慈悲 来自离苦众生 我要解释头一句话 大家都说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情形立众生 这个无来去 各位把他听起来 说快乐的时候 水果树 要死真正 无来无去 无大事 这个就正在空心 生死主宰 必须有他死的口 因为他的死是一种 潮度 去记录世界 那是生活 不过来死 所以每一个 父所说的经历 都是无来无去 不生不变的 永远不变的 这个火 现在水 那里面就 失去 人有生 有死 有快乐 有痛苦 但是乎患 是在对变化 里面看着 没有变化 的就是经历 从生命里面 看到不生命 从轮回里面 看到涅槃 从变化里面 看到不变 就叫物增场 香烟 同质 物增场 那些灵的 还是在变化 但是在变化里面 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 那就是 无我的空性 如果你把你的生命 当作是夸开发泄 那就是生老病 是你当然要靠 生就快乐 死就靠 有钱就快乐 没钱就靠 但是什么叫做婚 还是我们的本性 复生 复生是永远不变的 你落地上 你生天 你做婚 那复生永远都在的 就是叫众生皆有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的 佛性 各位 你就要了解 那叫做生佛 刚才说 有个人在设计 我今天来做医生 来开客両车 不是为了钱 没有 祖师的目的 我是 为了救别人 都不用领薪水的 那叫做 无来去 你今天做到要死 不要拿薪水 你就去屁面了 因为你有来去 你有私心 有私心 你就会痛苦 就像一个女人谈恋爱 你老公不要跟你说话两天 哦 哦 我看你不知道要怎么 你爱人 看就不要跟你看 你看右边 看左边 哦 你又痛苦 因为呢 你有生命 你有爱 就会有恨 那佛菩萨是空性 所以用连灰代表 每个佛菩萨都 坐在连灰顶 连灰就是 没有无念一切 没有爱一切 没有脱液一切 那这些世间 有一个爱 叫做贪的烦恼 有一个无爱 万分 叫做万分 清灰的烦恼 叫做贪情七 七就是不了解 不了解 结果你爱得要死 混得要死 贪情七 贪情七 用地北解 叫做贪 杀物禁 叫做称 孙母 孙母空空 叫做鱼吃 乱的 逃不出 如来手掌心 对不对 空性 所以希望孙猴子 悟到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超越生命 简单说一句 超越生老病死 生死自在 好不好 后来到眼前 笑笑 好不好 这样就好了 那是假笑 但是同舅又在笑 理心是惊得要死 不要疼 叔叔 不要疼就好 死没关系 死也没有要紧 但是会怕 但是 你如果没有一个腕 哪有一个腕在疼 现在你的车 你如果派起来 拿起来 你都没疼 但是 你疼到旁 那个胎 他记起来 会疼 变一只胎 不得看 压关 因为你像 心窟动作在 但是车 可以换 这样 所以各位 车跟人 为什么车可以换 你这个 心窟不能换 因为心窟 有夸在 这车 没关系 这样 这样你就会痛苦 所以各位 这个来着 我们来去思维 那煮火的进化 他会跟我们说 空性的 没有来去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所以你如果要去看待一切 你就会撒过一切 那是火 那是壁 那是电视 最不一样 但是它的本体都一样 本体是什么 本体就是说 这个壁 它是种种的 米粉 文件所合法的 离开这段文件 基本上没有变的存在 这个 灰也同样 灯也同样 离开油 离开空气 离开水 它基本上没有一个 灯的存在 所以这个灯的存在 它是在暂时的 这叫做空性 那各位 你要去 天后 复生 我们的复生 就是 无我 无你 无女 无女 这样才会快乐 所以 如果你如果感觉说 哦 我在痛苦 我在疼 我给你祈福 那 你就当不了了 所以这点 说得比较久 但希望各位 要去 设心经 六祖弹经 也好 金刚经 也好 你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你如果不去了解这个 就你 你应该就怕心窟 怕别 怕去用怕 要好严 不要散 因为你这种心窟 当作过 这心窟 如果是利 你就一定败命 这心窟 什么人 不用心路 别死 你如果真的 要关心这个 你就要关心 退症空性 解脱生死 不然你够得好 够得出名 爱情 现在够得快乐 我跟他说 爱情 没办法当饭吃 对 都不用说 那个时候 就像你去医院 躺在那边 管你是皇帝 还乞丐 可以后世 算你不错 世了 又不难 算你不错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 这个叫空性 诸佛正法 无来去 所以我们要追求 佛的智慧 再来 唯一勤行 利众生 所以我们 活在这个世间 唯一要做的 就是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因为众生有一个我 我是狗儿 我是女儿 我是女儿 所以呢 我是鬼 我是神 所以有这个我 他永远在禄斗里面 轮回 你宣伏做得多 做天道人道 但是你的善严来乡尚完 你马上堕落地域 轨道出生道 只能说 让你活一百会 你九十九会 然后三八到四天 都在做宣伏 但是有一天 你台师直接拗牙 这样 你三八六十四天 每一分钟 都在做宣伏 这样你一定 生很高的天 很久的时间 但是你三八六十四天 所做的宣伏 让你享受八千英明 都享受完了 刚才春 有一分钟 你台师直接拗牙 你就要直接 去拗牙 台师五百变 台师拗牙 入中 就要再落第二天 较低 再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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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拗牙 再拗牙 因为你的善恶 也保隆在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常常参加 我们人在这一刻 年轻人 哪个人 怕死蟑螂 哪个人 哪个人 太死鱼 你妈妈 为了做生理 为了做生理 骗 大家都做 对不起太太 对不起生心 让北部疼 我们年轻人 为了拗牙 和北部忘记很多 所以这种 这种的击 不是你现在在拜佛 和佛就好了 我们现在在做神书 善业不能抵消恶业 但是有善业 让我们更有福报 能消业账比较快 助缘比较快 但是善恶不抵消 所以各位 唯一勤行 利益众生 这就是生命的目的 安主在空性 我们就没烦恼 开地毁 开地毁的意思是什么 我没存在 众生就是我 所有的众生 都种离口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唯一勤行 利益众生 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小会 就是需要有那种 无私 而把自己奉献给众生的人 所以有很多他们 选举私底下 来问我 叔叔 你看我怎么样 才会选上 我说很简单 无我 奉献给兄弟 那什么意思 专条算没条 都没关系 照奉献 但是如果你有所求 甚至结合二势力 为了要选 那选上也没用 那你能够超越 这个选上 选不上的政治 那你现在当下 就可以服务众生 你一定要挂那个名 那是对能讲的 我跟他讲 对不能讲的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不要叫巴罗 有些有一点善根 他老实在问我 谈佛法 我会跟他讲 我们出家 就在选总统 你了解我 同理自己 才能够同理众生 不用去跟人家 拼得要死 方外人士 不用再参照一栋 但是我们永远在尽力 尽力帮助众生 像我们这种法会 各位多参加 没有私利 不是为了本道场的建筑 金钱在努力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 为六道众生 为庄严佛法 而努力 这个 这样比较好一点 如果我们是为了 各位 参加博会 不错 开始要去大间 不是去大间 不是去大间 不然要用去 要去那里 去那里 去那里 久久用一次 这補旁 这样 蹦蹦蹦 但是如果你要盖 我也不反对 我跟他讲 除非你能够保证 我们做行李人 起起来 你要算一算 这样划不来 你这样浪费 众生的钱 不应该 所以说我们 护持色拉茄 他们不是要搞建设 他们是大家委屈一点 吃饭 能够吃过去 赶快修行 为这个我们努力 可以了 所以我想各位 在这一点 那我们每一个动机 都不要无所求 诸佛 正法 无来去 但是 你要摆明了 我唯一的 就是要利益众生 众生 既然讲众生 不是光人间佛教 我只得人 其他 我不要度 不要管 免得麻烦 不能这么说 六道众生 你都要平等的 去关怀 要融合在一起 所以 上师 观世音 尊前 这几条件 因为无助 水音菩萨 是以观世音 菩萨 做本尊 他也把他的师父 当作观世音 菩萨 有无形的观音 菩萨 跟有形的观音 菩萨 也疏忽 所以都把他 放在一起 叫上师 观世音 尊前 很与三叶 很顶礼 这个三叶很重要 辛苦 我们拜 佛真是拜 吹救 师父的救 但是心呢 有到这个 师父的心相应 有到 佛 有到观世音菩萨 心相应 这才叫 义的恭敬 义 用我们的心 来 供养 诸佛菩萨 观音菩萨 空性 我要空性 观音菩萨 慈悲 我也要慈悲 要 这样来修行 所以各位 要得到 最好的快乐 正等正觉 无上乐 这才是我们 追求的 再两句 来 阿尼多路 三妙三菩萨 无上大菩萨 我们的 对救世 因为对救世 不是快乐 是帮助众生 悉心 自己的快乐 因为 我们的老母 还感到 老婿 我们 万一退老婿 退死鬼变 就是 不要让他感到 这样 各位要有这个 发现 对 所有众生 为了要达到 真实能够利益众生 正等正觉 等就是没有分别 正就是真理 了解一切 要追求这种 利益众生的快乐 无上乐 这叫成佛的快乐 从修正法而出生 那各位就要开始修正法 那什么是正法 就是后面这三十七条 那既然各位要修行 修法 须一明行要 那我们要修行 一定要聊到重点 聊到重点 明是智慧 那行就是修行 也包括神通 等等 所以必须 按照这个真理 来修行 重点 故当宣说佛子行 为什么叫佛子呢 我们要做婚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婚 我们现在要做婚的 佛子行 也叫做菩萨 菩萨叫做婚的 将来叫做法王子 也叫做心主 婚的心子 我们不是婚的 肉体行 各位来做 佛头的心头 好吗 心子 佛陀的心 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 佛陀把我们的存在 当作他心中的 罗霍罗 唯一的独身子 每一个众心 包括一只膏 一只蟋蟀 都是佛陀的独身子 所以 那希望大家都成为佛子 那佛子如何去修行呢 那就叫佛子行 故当宣说佛子行 这后面 三十七条 但是呢 时间的关系啊 各位的门东台湾 我们就读 这个文师修士佛子行 好吗 先讨这五条 来 文师修士佛子行 离家乡士佛子行 以静处士佛子行 出离心士佛子行 远恶友士佛子行 好 那各位呢 那既然要成佛 我们这些人 有机会做人 狭满人生 我们叫八无狭 十元满 这样缓缓的阴门 那要在生死库话里面 普通中心 所以我们就要日子 咬咬咬咬咬咬咬 不要浪费时间 故于咒语也不空过 老人看联系剧 小孩看手机 那这个大家都没时间修行 那各位无论如何 每天播出两三个钟头 把世间的事情 手机都放在旁边 你如果有经历的事情 叫别人吃不快 然后这两三个钟头呢 思维佛法 禅修看佛经 因为你要去利益众生 接触众生 如果你没有一个 一个智慧的根据 一个真理的根据 你虽然在做善事 你会起烦恼 你不知道你做善事的目的 是为了调伏自己 你会跟人家 真长真短 真大真小 连梦威说大小声 也会受伤 我说那小声 你为什么说那大声 我说那小声 你为什么说那快 你不了解说 你来佛教是为了净化自己 而是你去凸显你自己 对你都没有帮助 所以故于做一而不空过 闻思修 这个是最重要 念一下 闻思修得解脱 意思说 你不闻思修 闻就是听闻 对听闻里面 要得到听闻的地位 所以各位现在你听我讲 你就要用听的讲 给你记条条 这个叫闻所得慧 那你就会知道 什么是对跟错 什么是烦恼 再来呢 思 要去思修 得到思所得慧 那你就能够调伏烦恼 我知道什么是对得不对 我现在要讲不对的 给你押起来 修 真实要去实修 才会得到修所得慧 那有这个修所慧 才可以断除烦恼 那终于你把这个不好的切除掉 从知道 然后呢 变成知道什么要消除 那你没有实修 你光知道也没用 知道做不到 所以各位要闻思修 透析掉 第一 那为了要闻思修 目的呢 目的要消除 贪承识 贪所爱 我们贪我们爱 就像水那样轻 那你没有人心嘛 哦 各位 外婆 如果帮下去 淡乱来 那是 年轻的 那老婆的嘴都没听了 那都没听了 对不对 爱情 太要紧了 这礼拜 那叫做五七 那你就熬完嘛 所以各位要知道 闻思修的目的呢 是要离家乡 这个离家乡不是说离回南岛 离开轮回 因为我们有贪清七 就生死轮回 那叫家 我们出家 叫出离轮回 所以贪承识 那所以各位 你要提醒自己 你现在在贪 女儿子要穿很漂亮 女儿子要享受 吃好饮好 睡好 那这个对我们伤害很大 因为大家习惯了 这个样子 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是 我是在台北的 然后我刚出家 我师父叫我去横春 台北是真好名 行春又落山风 又四十度 又自己一个睡 又铁皮屋 他们的技术说 书里面有鬼 还有爪 我一个人在那边 挣扎过来 但是这个对我非常好 非常好 没有这个过程 那你 怕你永远没办法 那路山风 真的是鬼哭神 台北都没有经验 然后一下有蛇 听说晚上有鬼 因为以前在横春乡下 什么都有 但是这个过程 三点二十要起床 自己挖 自己起来 又没有人叫 你如果没有起来 那老婆山 要睡 要睡 那老婆山 都早上三点 就等着了 他没事情 要来做早上 有庚庭 他要给你开庭 问 到时候头下 我四点才早上 你早上来 要做什么 到时候头下 你不知道我还在睡 所以老婆山 你叫他念 不然都不要念 他只要念你 怎么要念经 他不知道叫做老婆山 你也要对 拍手工 拍手工 阿弥陀佛 那你就好 那老婆山 真的很有爱心 但是对我很好 因为我在台北长大 我到横春乡下 就知道乡下人的 种种老人 你就会改变自己 而不是说 我只有读佛经 对不对 读佛经 知识分子高高在上 那个时候 我连台语都说不流动 我告诉你 然后后来到横春 我就开始 不可以说国语听话 念念念酒 我念我的 好像一天 湛江湿 念念念念酒 下面大家都把酒 念堆就堆没了 还念 他不要插面 我念 快点 为什么要吃饭 因为我没地 我动不掉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那时候发觉 这样不行 我师兄说 念念咒 大悲咒 是小时候 老菩萨 这样你看我 我看你 忍你就看不来 又忍严重 那你要改变方法 这个都是因缘 如何让老菩萨 欢喜 所以各位 你要 但是你不能用 自己的想法 三四五讲完就下课 好吗 不要再看手表 远恶禁锢 或见解 但是你要脱离贪嗔 是真实文实修 那各位要脱离 不好的环境 家里是不好的环境 卡拉OK是不好的环境 你的朋友 整天叫你去吃饭 喝酒 跑摩托摆 那个是不好的境界 远恶禁锢 什么叫祸 祸就是烦恼 就是贪情期 大家都穿得漂亮 我也要穿得漂亮 大家都店好业 我也要好业 你就会有分别性 远恶禁锢 这个贪嗔痴 这个迷惑烦恼 就会减低 离散乱 故散之症 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目的 是要断恶修散 要修行 所以 我们不要在那种 比较 挣扎的环境 所以各位 这一点要了解 但是如果你去 去世间的计较 比较 这种恶环境 这种散乱 那就没办法 所以离开这种 你你我我是非 离散乱固 你的散法才会增加 心注意法 你才能够真实的 不离开悲心 思维空性 我们今天去梦啊 不念去 去屠宰场 整天不得转火 你心里还是平静 为什么 因为你在利益 心注意法 法不是说什么都不管 法是变化无常的 但是在这个变化无常法里面 你是在利用这个法来安住 你有定见跟不离大悲心 所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专心 文师修 慈悲与智慧 而产生了正知正见 或正定或正见 所以依静处是佛自行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清静处啊 是 这个地方离市区有一点点 各位放下啦 要留离远一点 这样在市区 阿叔我先回来一下 在家庭 你就不容易了 所以各位还是离家里远一点 修行方便 第四 但是你要依静处 最难的是什么呢 亲友伴随西里别 财宝积聚中气均 适者且于生涉去 出离心是佛自行 你如果接着感情啊 亲情的朋友啊 你也很辛苦 你没那么多看见情理 你所爱的人 朋友 做一天一定离开你的 爱别离苦 这世间没阴望到底 财宝积聚中气均 你这世间贪多少钱 买多少房子 那你永远都带不去 试着 你的意识灵魂 哪一天也会脱离这个辛苦啊 你有什么好执着 亲戚朋友感情呢 世间财产地位呢 包括你的身体呢 所以各位 念一下 放下 放下 再放下 好不好 好跟说更快 你要真正一种 好 好就这样 给你 给你毁龙 让你变一只脚 那你就 哦 不行了 我不行了 所以各位 这个要 要放下 最无 依比若 那我们要收出离心开智慧 我们要清禁神地性 我们要恶地性 那恶地性呢 整天都跟你说质 那不对 那不对 你败得很烦恼 了解吗 思考 啊 你欠多少 我刚才学习到人家 寺乎店来给你赚钱 我那时候有钱了 寺乎你不把我赚赚一下 有什么事情 我已经店要倒掉了 出家人开店 还给我赚钱 我想也不对 那我买买去 但是你有钱 那你知 每个人都要赚赚 出家人也要赚赚 那你就会烦恼 了解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去哪一个道场 都是是非 都是金钱 都是那些 正面负面的 都在谈那些 你就不要去了 包括那个人 这个人 就会让你起心动念 你就不要接近了 因为你没有主意 因为你没有办法 得到心清静 你跟他在那里的烦恼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一比落死 三赌掌 就跟这个人在那里 我们是在这个所在 让我们分白心 烦恼很强 你就不要去 毁坏三学 作业 我们就在乞丐 说要过五 不是要吃菜 他说 不用啦 吃软 不要接中 心肝好 就好 所以 那这些人 他叫你不要持戒 不要修禅定 不要开智慧 甚至破坏你 吃饭 饮酒 吃肉 这样不好 甚至有人说 叔父 我那个叔父 每天跟女儿子到中 我很烦恼 你就不要去就好了 你要跟他唱 跟你到中就好了 他就是 没办法 那叔父也有女儿 他也是女儿 不然你知道 要他打到 就你来做当街 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到那边 他会让你 自己 也没办法修行 心里起烦恼 既定会三学失去 辗转丧失 慈悲心 开始批评别人 对不对 利用信徒 利用信徒 伤害其他法门 他跟你说 那些不好 那些不好 就这个最好 我们佛教最好 其他宗教就不好 那他就是要破坏你 我们对其他宗教 也要悲心 放生就是放死 现在的放生 已经变样了 这种话不能讲 对不对 你这种讲 你是人的恶之士 放生是永恒 常住之法 不能随便批评 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放生 但是我们要做得 更有智慧 更慈悲 但是不要用 负面的语言 让整个世界 就是在讲坏话 你讲了九句坏话 除了讲一句坏话 人家就会用你这句坏话去讲 你看某某法师说 放生就是放死 本身你没有悲心 所以我认为 我常跟那些人讲说 如果你有在 用你的方法在放生 做给我们看 那你来讲放生正好 怎么样更好 那有道理 你连放生都不放生 开口就是讲放生 不好 把这个钱就拿来照顾 孤儿就好了 你干嘛去放生 意思就是这样 那你这个讲法就 伤害到佛法 世间的顾位院 当然要钱 老人院也要钱 人间佛教也要教育 而不能够 看不起这些小小的生命 佛陀我们受菩萨戒感 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用人的方法 把我禁止生命 也要救他的命 我们不能放弃他的命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如果你跟这些二知识在一起 他会叫你 不要去救命 你哪有资格去祝念 你不要去祝念好了 你哪有资格去摸阿布 所以曾经我在台北 有两个夫妻 真的很发心 我如果在摸阿布 他们都同早来 同我走 他们都没回事 买了都没看 买了我当时就会这样 我都去问一下 叔父 我们如果去摸阿布回来 鬼都对我们回来 我们没有自家去 所以我们这里会打扁 所以叔父 我们现在都不能去 叔父你同好 不要去 那这个不是 辗转丧失 慈悲心吗 我跟他讲说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你不应该这样 但是他还是不敢来 所以人会比较轻 所以我们说话要记 你说话 你如果说那种话 人会害怕 世界人会害怕 他害怕他就没了 有鬼没鬼没关系 有嘴巴心比较要紧 所以四驾摩尼夫说得很好 你这个有一个嘴巴心 你都没给鬼堵到 都没给他摘 说仅仅你这个嘴巴心 你就那么短烦 哪有身体而已 重点是你有这个嘴巴心 要紧 我们也不要去 结果说有堵到没堵到 我们有一个嘴巴心 那是同要紧 因为佛陀也不会 跟你讲负面的话 甚至佛陀讲说 你如果有嘴巴心 要去堵到 那所有的鬼王 罗刹看到你都不敢欺负你 都要尊敬你 佛陀早就知道 会有这些想法 但是如果你去接近恶之士 辗转丧失慈悲心 所以远恶有 各位一定要 我们的恶地心 这个恶地心呢 也叫你 不要去做圣书 那不能做 不能去做念 我们自己就在缺人的念 就对你回来 不能悔悔 你讲得悔悔的众生 你说缺众生多 你就悔悔你自己就算不错了 悔悔我就好了 不要悔悔我伯劳 有些 有些人 你叫众生多 大家去堵奉心 讲得都悔悔他们修复就好 悔悔他们 自己跟悔悔他们修复 穿的都不能悔悔 那这个就不是佛法 所以各位这37条 我怕你讲五条 好不好 你要老大 我也老很多 我是穿三条 你都穿一条 我们继续要穿三条 所以里面那些英文打门 但是习惯了 因为我们很认真 很认真的时候 我跟你的脚弯 你还在说 我跟你的肝 很冷 那都没办法 这个也是修行之意 各位要练习 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 脚伸还要死 面穿还要死 习都说 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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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经过四十分钟 一个钟头 慢慢慢慢你心就定了 我脚弯 我身体都疼 我无关的 那不是我 这专心的就是我 慢慢慢慢你就清安了 但是你如果撞不住 坐不住 有一个人要出家 出家很久了 他坐五分钟 就会说 我都没办法 你又要出家 你坐就坐不久 你又要出家 不然你去做八行 没关系 结果他不是 他一行都坐不久了 什么事情都插插插插插 没有定性 没有定性 很难啊 好吧 你最后唱歌去吧 所以 那问题是 没有办法入定 你就没办法入定 你就看不到真相 什么叫定 在不定当中找定 在乱中里面找定 在动里面找不动 在生老病死轮回苦里面 找到一个不苦的佛性 那你没有从相对的苦 你怎么可以找到不苦的我呢 所以我们要必须从 不失牺牲自己的财富体力 来找到那种 不潜贪的自己 不生气的自己 没有人骂你 你怎么知道你不生气呢 所以一定要有人骂你 欺负你 你才可以修忍辱嘛 从忍辱里面 最后达到空性嘛 所以这点的得力 各位 来 感谢苦来无 哎 你这样 你男人给你苦 你母给你苦 你女儿给你苦 对不起你不苦 是要说到不说而已 对不对 这些人结婚好 人家妇头就不用出嫁了 这事实 那生人好妇头 我们怕了不用叫做众爱 路好路啊 做皇帝好 好妇头也不用 放下皇帝 走去出嫁了 所以这一点各位看清楚 不要凸显自己 文师修就要把这个我 我不管你是什么都不能用 我拉我寡 所以我们出嫁要面对十种事 什么叫是 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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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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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训练 能够独立超越世间的所有变化 身体的痛苦跟恐怖 进一步以后 那你就读经典能够超越内心 由外而内 由外 因为外面的苦是显现你内心有一个我的贪嗔痴 在怕这个外面 只能说一句 各位你看你一个人在望阿宝 突然一个母来 还是不走去 失败 那母是失教母理婚 你怎么走去 那佛陀就是叫你 你一个人在望阿宝 母来 阿弥陀佛 婚来 阿弥陀佛 那不要插入 那都嫁 我内心里面 清静这么紧 佛来佛展 母来母展 但是 如果你在打坐 看到婚 那是母 你怎么扶着你心哭 我是观神菩萨的机动 你怎么变鬼了 其实那是母 化作观神菩萨 你还动作真的 我们走母 要菩萨 那事实上这个都是 考试一样 你没考过 没考过你就琢磨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心清静 你坐在你家的客听 跟坐在望阿宝 都同样 这叫做离分别的清静 你如果没去坐在望阿宝 这样清静 你坐在你家里面也不会清静 了解吗 但是你要面对 你现在健康 你觉得很好命 老公对我很好 子女很友好 你很好命 这哪是好命 这是排名的开始 的变化 你有办法 敲碗 老公 母 子女的变化 他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都清静 这不就叫受影 因为你没有受影 就像感禄 被变化所影响 你如果受影 诸佛正法 被这个来去不会影响 你不知道什么都清静 所以各位 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都要去思维它的变化无常 而且思维得很习惯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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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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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变化无常 这叫做什么 南无虚空葬菩萨 这尊菩萨 我先放在这里 这尊菩萨有一个方法 只要有人要去变化无常 只要有人要去变化无常 我就变化无常 很漂亮 让他抬 让他唱 对方抬我唱完 去抬我 去变化无常 他就开化他的乎性 这样 有未来不 这样是幸福了 记忆力不好 我一定要念他的名字 记忆力不好 你只要念虚空葬菩萨 你的记忆力会很好 而且呢 满愿所求 你想什么 但是一切苦难 虚空葬菩萨来承担 那我们学佛是 学佛菩萨的这样子的 一种圆满的佛性 哦 伟大 那虚空葬菩萨说 那做菩萨就是要这样啊 不可以共甘衣 共甘我 不可以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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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因为重心 现在简单说一句 有一个人坐在桌 要抬你老母 你站在那儿 你要怎么说 你不要抬我老母 抬我就好 那些人说 好 我不要抬你老母 你如果要抬我 我就不用抬你老母 你要抬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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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叫做人的狗 你老母 你老母 你就把八十八 好了 让你去 你老母 我告诉你 你老母 你对老母是这样 什么是乎法 你对重心 哪个叫乎法 秤镇代炁 了解吗 秤镇代炁 无分便 我对我的老母 现在有人要抬一只蟋蟋 他现在拿去 海大王 你说了 你又说了 我抬你把你抬你抬 你不可以抬我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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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因为我有法度为老母死 我才知道生互 我死了很快乐 所以四驾摩尼佛来胆胎都在找死 有机会让我死 不管是几个月 有法度为众生死 对我是更大的快乐 宁可持戒而死 不要破戒而活 慈悲就是戒力 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社干需要这种人 来帮助这个社干 因为这个社干不是真理的社干 这些社干勾心斗角 贪着名利互相利用 叫做五着恶事 千万不要在五着恶事找快乐 都是假的痛苦的 甚至你要出卖你自己 所以我们到佛门清静之地 那什么是清静 那你要了解等 清静不是要求别人清静 是他们在不清静 我依然清静 那你清静 你就可以帮助别人也清静 你要透过自己的变化 也能够去改变别人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别人 觉得我们是一个不清静的人 或是有不清静的深口意 这样最重要 好 不好意思 我过去拖着要死 我还不可以帮你走 因为什么时候 记忆不知道我跟你说 是死不胸 死不胸 你怕老婆 啊 过来啊 又去啊 所以这个世间 你要很认真地把握当下 这就是我的 我从小到现在 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做事情也很认真 拔掉掉鱼 看电影 找男人跳舞 我都第一名 但是那时候我是无名 但是我至少没有害人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懂佛法了 那更要专心一百倍 所以我每一个字 都当作佛陀的血来尊重它 我每一个字 我都会用在我身上 我也要传播出去 佛陀用它的生命 把这些真理留下来了 我们不能把它浪费在口袋里面 放在抽屉里面 所以希望各位把 三十七颂读诵清楚 很会用 叫你五分经 对方说法 你有什么五分经 讲三十七颂的重点都讲了 因为三十七颂的 三上十二部的重点 无助贤菩萨都带我们 一整个生命的累积就写 无助贤菩萨就是留下这个 就是留下这个 那你应该更熟 然后将来呢 让你三分经理的话 都讲这个 真理对方说 因为你今天不跟他讲 搞不好就没明天了 对不对 一下就变化无常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 把握机会 而且为了要让对方学佛 你要有一个慈戒忍入词 微笑慈悲的人格 让对方接受你 然后呢 对方才愿意听你讲 好 我往昔说早逐荷野 皆有五十谈残酯 从神与一世说生 一起握进肩肠灰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Hello, I'm Dr. Zhongran Yu The COVID-19 vaccine prevents infection,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If you ar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and have seen a doctor get the sho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duce your risks As a reminder, senior citizens are susceptible to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from COVID To protect the elderly those eligible should be vacc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If you've been ill recently or have chronic illness wait until your health stabilizes before receiving the shot Monitor older recipients for 7 days Check for arm pain or general discomfort If symptoms don't improve after 2 days seek care right away Lastly, after your shot Continue following guideline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irus 食补的果报 阿丁患有哮喘病很多年了 最近越来越厉害 经常感觉凶闷 气喘 咳嗽 有时候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阿丁 你感觉怎么样了 没事的 老毛病了 阿丁啊 你的哮喘病那么多年了 怎么一点都不见好转呀 别提了 我不求能好转 只要别加重就行了 这几年我的情况越来越差 看了好多医生 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转 阿丁 我给你个建议 或许这个方法能让你的哮喘病得到改善 是吗 你有什么办法快告诉我 这些年我中医 西医甚至偏方 只要听说对治哮喘病有用的 我都试过了 但就是没有效用 我的这个方法是不用吃药的 啊 不用吃药 难道是针灸治疗 不 是学佛 学佛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我知道你一直学佛 可是你要说学佛能治病 我可就不信 阿丁啊 你还记得 我几年前 得过一次头痛很久的病吗 当然记得啊 那时候你也去了好多医院 找了好多医生 可就是找不到病因 不过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不是吗 是啊 你知道我的这个病是怎么好的吗 难道是因为学了佛法的缘故 没错 自从我开始学佛 那头痛啊 就一天比一天轻 最后竟然再也没有发作过 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呢 的确是很神奇 但我想不通为什么呢 其实这也没什么神奇的 因为得的是因果病 啊 因果病 那是什么病 阿丧年轻的时候 在海鲜店当过学徒 那时候 他每天主要的工作 就是用器具将鱼打昏 然后再交给鲨鱼师傅 来进行处理 那些日子里 被他打昏的鱼不计其数 也正因为如此 才记下了恶果 是啊 当初我敲了那么多鱼脑袋 那些鱼也因此而被宰杀 所以啊 他们怨恨我 进而报复我 让我的头啊 经常疼痛不已啊 那后来呢 为什么学了佛法就好了呢 是啊 当我明白了 自己得的是因果病后 便开始诚心忏悔 而且还和师兄姐们 一起放声互生 渐渐的 我的头痛啊 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 是吗 但是我可从来没做过 什么伤害生灵的事情 我不可能像你一样 得的是因果病啊 不管怎么样 我看啊 你也跟我们一起学佛吧 佛法无边 我相信 一定会帮你解除痛苦的 嗯 好吧 那我就试试看吧 就这样 阿丁开始学佛 不过在他的内心 并不相信 学佛会改变他哮喘的状况 因此 每次诵经念佛时 他总是在敷衍了事 在念佛堂内 众人在一起念着佛 阿丁也在其中 众人虔诚地念佛 而他则一边念着佛经 一边不时地拿出手机看着 阿丁 一会儿要去放声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哦 不了 我还有事 就不去了 阿丁虽然每周都会来这里 诵经拜佛 但是他的心却不成 这样的话 根本没办法化解他身上的罪业啊 不过 你说阿丁 真的是得到因果病吗 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 他的确是从来没做过 什么措施啊 转眼间 一年过去了 阿丁每周都去念佛堂 诵经拜佛 从未见断 但是他的哮喘病 却丝毫不见好转 听老板说 公司的十周年庆 定在了这个周日晚上 是吗 那太好了 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好好放松一下 没错 不过 这周日老板一定会安排人 布置会场 对了 阿丁 你以前不是做过场地设计吗 啊 是啊 做过几年 那正好 我们推荐你来承接这个任务 毕竟你是专业的嘛 周日 周日我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 阿丁 公司十周年庆 可是件大事哦 你这项工作要是做得好 我们部门都会跟着你沾逛 再说了 就一天时间 你有什么事不能推掉的呢 就是啊 阿丁 周日的事你可以提前到周六做嘛 那怎么行 念佛堂只有每周日才开放 什么 念佛堂 阿丁 你不会说每周日都会去念佛堂 诵经拜佛吧 没错 我每个周日都去 已经持续有一年多了 是吗 不过阿丁 你和其他别的学佛人不太一样哦 没错 我认识的一些学佛的人 他们不但自己学佛 还喜欢规劝别人和他们一起学佛 而阿丁你就从来没有劝我们和你一起去学佛呀 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怎么喜欢去那种地方诵经拜佛 怎么还会邀约你们去呢 哦 这话可不像是一位学佛人会说出来的哦 是啊 阿丁 既然你不喜欢去念佛堂 那为什么还能坚持去一年呢 还不是因为我的哮喘病吗 你们也知道 我的哮喘越来越严重 吃了好多药 看了好多医生也不见好转 结果有个朋友劝我学佛诵经 说这样会让我的病好起来 哦 原来这样啊 哎 那你学了一年的佛后病情好转了没有 怎么说呢 还是老样子吧 没有再加重 但是也没见好转 就是嘛 学佛怎么可能治病啊 阿丁 你这种病得靠平时食补才行啊 哦 食补 过去也曾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可是该怎么样进行食补呢 食补还不简单 所谓食补就是吃哪补哪 你不是有哮喘病吗 那就是肺部有问题 所以就应该多吃点猪肺 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东瓜猪肺汤就是最滋养肺脏的 阿丁 我劝你还是试试食补吧 肯定对你有好处的 嗯 那我就试一试吧 不过你可不能再去念佛堂了 那里相逐的烟雾 对你的病可没什么好处 嗯 好的 我听你的 听信了同事食补理论的阿丁 从此便不再去念佛堂送经拜佛 而是经常出入市场肉店 购买猪肺炖汤来吃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 阿丁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倒越来越严重了 哎呀 这不是阿丁吗 阿丁 最近好长时间 你怎么也不去念佛堂了呢 是啊 每次找你 你都说忙 你在忙什么呀 别提了 这段时间 我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了 我实在不能去诵经拜佛了 啊 又加重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想会不会 是念佛堂里的香烛烟雾 让我的病情加重了 哎呀 阿丁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啊 这个啊 猪肺 熬汤喝的 我现在在进行食补 或许食补能让我的病情有所减轻 阿丁 你已经学佛了 怎么能吃猪肺啊 我看你病情加重 并不是因为香烛的烟雾 而是一直吃猪肺的缘故 是啊 阿丁 你已经学佛了 应该知道杀生吃肉的罪业是非常重的 可是你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呀 你们都说我得的可能是因果病 我学佛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病好起来 可结果呢 完全没有好转 由此可见 学佛对我的病并没有效果 所以我该用食补 这有错吗 可是阿丁 你现在所谓的食补是会为你增加罪业的 难道你就不怕以后因此得到果报吗 果报 哼 过去我从来没做错什么事 结果却让我得了哮喘 现在为了治好哮喘病 我吃了点猪肺 就要得到果报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阿丁 我想我们的师父 一定会解答你心里困惑的 对 对 我看还是让师父来为你解惑吧 为了解释阿丁心里的困惑 朋友将他带到了师父面前 你可知道 你前世犯下的罪业吗 你前世非常顽劣 整日游手好闲拿着枪到处猎杀鸟雀 而且你的枪法非常准 子弹总是射中鸟雀的肺部 击碎其肺葬 小伙子 你真是枪法入神呐 这些鸟几乎每只 都是被击中肺葬死掉的 那是当然了 我的枪法可是百发百中的呢 你前世猎杀鸟雀 并以此盈利 死于你手中的鸟雀非常多 但也因此受到了果报 阿强 我刚做的冬瓜猪肺汤 人家说吃这东西对你的肺有好处 人家都说吃哪补哪 以后你就多做点猪肺汤给我吃吧 嗯 好的 你的前世杀生造业太多 所以年纪轻轻便得到肺癌 病死了 但是你前世猎杀那些鸟雀的怨气 并没有因此而散掉 可是众多生灵 它们的怨气现在又降临在你的身上 让你得到哮喘病 这也是对你前世杀生造业的惩罚 原来是这样 难怪我经常做一个怪梦 在梦里有许许多多的鸟雀 表情愤怒地压在我的胸口 让我呼吸困难 如此说来 它们都是我前世猎杀的生灵啊 没错 你今生的哮喘病 那就是前世杀生的果报 如果你现在还不及时悔改 真心忏悔的话 这果报是不会消散的 是啊 阿丁 如果你今生还相信什么食补的话 那对你的病来说 只会加重 绝不会减轻 嗯 前些时间 我学佛的确并没有十分的诚心 现在我知道了因果 必然会潜心忏悔 认真念佛 嗯 从那以后 阿丁便开始认真学佛 并经常放生鸟雀 来弥补自己前世犯下的过错 阿丁 你最近的情况好了许多啊 是啊 多亏了大师的指点 让我了解前世的因果 否则我今生还要继续错下去啊 生命电视台 就是生命的大道 通过生命电视台 会有更多的人 听闻佛法 聊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